字幕——YK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凡介紹美食的時候 今天去了哪裡 今天去了太子 C2出口 已經去到C出口 今天去吃大四喜 這間冰室 我已經看了很久 當然是否進去 會見到大四喜打麻雀 也要去到才知道 外面天氣 近來都比較差 經常下雨 剛剛我就沒甚麼下雨 在乘車來的時候 至於現在有沒有下雨 上去才知道 稍後揭中 首先出了C2出口 在太子道西直行 去到荔枝角度 轉右再直行 在金棚附近已經是 我這裡不說太多 因為都是很簡單 一條直路再轉彎便到 大約走三分鐘左右 不算太久 我這裡繼續一路拍下去都不說 太可怕了 超級地心 在烤炭 太可怕了 超級地心 看不見 大王 在這段時間,話長不長,話短不短呢? 可以說回昨天留言的人嗎? 那個人很無禮貌 亦說粗言惠語 我已經經過Youtube的審批,已經將他封鎖了 因為其實他通過Youtube都通過不了 那個人叫黃麗賢 他說我很喜歡經常把別人的事說完又說 他說,你講了一次就算了,要不經常說 那也是啊 黃麗賢,你都會經常說 在這裡說粗口,寫完無謂的東西 自己想清楚 你說我是玻璃心,沒有同理心 我想問,甚麼是玻璃心,甚麼是同理心 你進來不斷寫粗口 這樣叫做同理心嗎? 你自己寫甚麼?自己在心中 你說我老婆說的那些話 是真怒,不是醋怒 麻煩你自己上網看清楚 醋怒是要來做醉雞的 不是真怒拿來做醉雞 你就真的喝大兩杯真怒了 真怒就要來喝的 你自己看清楚先 不懂事就進來在這裡說 自己想清楚再說 不要說得就說 真怒和醋怒你都不懂得分 你看甚麼片子呢? 我會不停地說的 你不喜歡我說別人 我就主力去說你 是不是? 好了,到了荔枝角度 現在就直接走了 好吧 她說就說三分鐘 其實我們可能走得慢一點 走一走一走 都五分鐘 可能還要等到燈位 好了,這麼快就到了 大四起,見不見? 我進去坐下再和大家慢慢聊 裡面有多少食物 是一些西餐廳 坐下再說吧 好,進來坐下了 這間大四起 裡面座位也有很多 都很舊式的裝修 即是一些阿菲正傳 六樓後座 中環九龍堂 很有趣的 當然有下午茶 常餐等等的東西 屋間門口有些小菜 不過可能要晚上才有 好了,我們看看吃甚麼 一會再和大家慢慢聊 想介紹鏡頭面前這碗禮湯 它是跟市日午餐送的 今天的禮湯是老黃瓜煲豬骨 其實它給了兩碗 因為看到我們兩個人 還有我們點了四份餐 雖然另外三份餐不是五餐 但看到我們點了這麼多 它都給了兩碗湯 這碗湯和普通家庭的飯碗容量 差不多 大概是250毫升左右 裡面的湯除了有豬骨和老黃瓜之外 還有薑片和藍不幸 喝起來調味一流 而且我覺得很順口 但可惜也是通病 它只是暖,不夠熱 喝起來口感就不太好 但調味我都覺得它挺好喝 而且它也有下果皮 喝得出它是類似真真正正的 沒有加美精的總家庭式煲湯的感覺 如果再熱一點就更加好 好,接著講講這個粉麵類 我們叫做肉絲炒麵 價錢五十六元 其實粉麵類和飯類都有很多款 超過三十份以上 當然還有一些咖哩類的東西 那個貴一點五十八元 這個肉絲炒麵做得不錯 第一,它的麵是有炸過的 所以很脆口 另外面身也不會有些咬下去黏牙的感覺 為什麼? 有些炸麵炸不起來 是直接黏牙的 所以這裡是沒有這個感覺 它的肉絲汁也做得很好 調味調得不錯 肉絲你看看 真的切得一絲絲 另外不是很硬的 很嫩身 所以這個肉絲又不少 還有芽菜、狗黃等等的東西 買的軒不會太濕了 你看看它剛剛掛在麵上 我現在挑起麵是未濕的 而且麵沒有發脹 所以這個不錯 五十六元來說認真不差 說真的,我家樓下收五十多元 但這個真的認真不錯 很好吃 新鮮滾熱拿出來 而且醬汁又夠熱 麵又夠脆口 不是軟的那種 認真不錯 鏡頭面前這一碟生炒牛肉飯 是屬於炒粉麵飯類 下午茶餐是四十二元 而且它會奉送熱飲 凍飲要加三元 管裝汽水加六元 特飲就加十元 在餐盤裡豎起一隻手指公 所以我一見到生炒牛肉飯 就不要放過了 因為上次試過在紅磡廣場對面 那間波忌粉麵茶餐廳 享受過一碟很好吃的生炒牛肉飯 嘩!記憶猶身 所以我看到四十二元這麼低 還要是下午茶餐暑起一隻手指公 急不及待一定要點這個生炒牛肉飯 拿到上桌的時候 都跟普通一般冰室炒粉麵飯類 是下午茶餐的份量不相百種 其實都一樣小 對於我們來說 一定不夠飽 不過我看到它四十二元 都算是過得去 拿到上桌的時候 其實它是沒有煙的 我感覺到它一定不是筆出來這麼簡單 不像一早弄定 用殼筆出來那種 它都像是積炒的 不過看見賣相好像不太精神 因為那個顏色和油光感 就覺得它好像比較黏厚 而且看見那些蛋、牛肉和調色都比較差 只是說牛肉那方面 其實放得夠多 而生菜也放得適量 蔥粒就比較少 蛋也比較少 而且煎滿蛋的位置 其實都沒有什麼蛋香味 而且吃進口是不夠鍋氣 其實就是比較濕 可能它預先的飯底煮起來 是放得比較多水 調味我反而覺得挺好吃 焦香位也不足夠 平時老公炒完飯 會看到有很多焦香位 這裡比起波及來說 少之有少的焦香位 上次我記得隨意筆 找個匙羹也看到有很多位置有焦香位 但這裡就變成一塊塊 飯是黏在一堆雷 這樣就看不到粒粒分明的狀態 整體上這個味道是可以的 不過賣相和口感一點都不可以 我建議都不要喊 所以餐牌上面 煮起手指公 其實都未必一定是事實 下午茶餐 兩點至六點 屬於芝美小食的其中一款 這是炸雞腿薯條或沙律 我們都不吃薯條 吃沙律就算了 價錢三十六元 這隻雞腿來到很震撼 為什麼很大隻 醬糊糊糊 當然你說生炸 又不是了 它撲了粉 大家看到粉漿 你看看 看到嗎 是一些沾了漿來炸 所以那股皮 完全不是沒有粉漿 就這樣炸出來的感覺 當然 浸皮的油也不太厲害 你也看到一隻碟 迫油功夫迫得很好 不會擠太多肉 我已經吃了一點 裡面很濕潤 你看看汁水 你看到嗎 嘩 很厲害 另外 它切開也切得挺闊 所以令到裡面也炸得開 不會有些地方炸不熟 感覺像什麼 有點像雞扒 只是說有骨 這隻雞腿 不放得多五香粉 我覺得挺好吃 反而五香粉放得多 有時會比較軸 吃下去會口口乾 又或者有時會過份鹹 但是這個 它真的做得很好 另外沙律 大家都知道 我對這些東西的興趣不大 再看到 水果的粒也不太多 看來像中伏 有些薯仔在裡面 不要開玩笑 這個給老婆說 另外我想補充一點 這隻雞腿是沒有加華鹽的 如果大家不夠鹹 可以加鹽 但我感覺已經夠味 因為它已經加了味 而且雞腿雪味也很好 記憶所及最近幾次 叫生炸雞腿配沙律 看來賣相就一般般 但吃下去的口感 算是過得去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雖然它主要材料 都是薯仔 即一般的薯仔沙律 它其實有落紅蘿蔔 和青瓜 但這兩樣 平時我都不太喜歡吃 但它切到很細粒 變成青瓜那種草青味 就不太厲害了 而且它加了很多沙律醬 而且沙律醬 吃得出不是抽乾水那種 不會是潔潔潔的那種 是很濕潤 沾染到每個地方都有沙律醬 而且味道挺好吃 甜到酸到它都有 最特別是它加了生菜絲墊底 還有類似夏季漬的那種 罐頭雜果放在裡面 混在一起 這裡我暫時未吃到椰果 但肚子或菠蘿就吃到 整體上吃下去的口感 除了薯仔比較厚厚之外 其他材料都比較爽身 算是好吃的 而且份量也不算太多 我很快就KO了它 鏡頭面前這一碟是梅菜蒸鰻魚 我叫了時日午餐 就是這個 它也會奉送白飯、泥湯、熱飲 凍飲就要加3元 剛才一開場白的時候 就介紹了一碗泥湯 現在主角就出場了 為什麼等這麼久才主角出場呢 因為我們要攬位 剛好原來它蒸起的那些 全部都是尾位 它就說 你要等久一點了 現在才開始蒸 那它真的新鮮蒸給我 我都等了三四個字以上 拿到上桌的時候 我猜不到碟頭又不算太大 不過看上去的新鮮度 又真的幾級蒸 還有梅菜的份量都給得幾多 試了那些梅菜 它又不是甜梅菜 它是輕輕算是鹹梅菜 但是那個鹹味是很淡很淡 甜味真的一點都吃不出 可能其實它有機會是甜梅菜 不過就浸到一些糖或者甜味 全部都已經去掉了 另外它都下了一些芫荽 蔥粒等等 最欣賞除了魚的質地和味道之外 最欣賞就是那個豉油 它調校到豉油 它不是帶甜的 它都是帶鹹味的 但是很有鮮味 不知道是不是部分魚油和魚香 放了豉油那裡 所以覺得份內好吃 另外它其實也有放到少少薑絲 不過真的份量不算太多 所以其實也吃不到有薑的味道 因為我要上屁 魚腩位和魚棋位 試了真的很滑溜 不過它輕輕帶很輕微的泥味 這種味道就不關它事 是拿貨來源的問題 吃起來 魚油的脂肪 口感和滲在醬油裡 都可以在口腔裡感受到 另外介紹它這碗白飯 它也是正正常常一個家庭式的飯碗 裝著的白飯 其實它蒸完出來都夠爽 沒有剛才那碟炒飯那麼黏口 看見都是粒粒分明 不過現在魚攤冷了都沒什麼所謂 因為它的醬油真的吃得太好吃 我心想如果用瓷筋一兩根醬油 可能都很容易就KO了這碗白飯 其實最初試入口的時候是有飯香味 還有它夠粒粒分明 吃起來比較爽身就更加好吃 這碟魚我一定會吃完 因為我也覺得是很有鮮味 好 接著說說這三杯凍飲 都是禮牌的了 說就說三杯 其實我們四個餐餐當然要四杯 凍檸茶 凍奶茶小甜 凍咖啡小甜 首先說說我右手配上這杯凍檸茶 凍檸茶的味道很棒 我告訴你 想不到 它茶味夠 檸檬也夠 刀出來的檸檬也有四片 所以酸度很十足 再加上茶也有層次感 茶香味真的完全很足 再加上冰也比得夠多 但不至於多到中淡了整杯茶 所以這個味道不差 雖然我不需要小甜 但味道也不算過份甜 好 接著第二杯和第三杯就是老婆說 第二杯凍奶茶小甜 茶底也算是正常的了 不過不知為何近幾天用止飲罐來喝茶 或者咖啡都覺得比起以前淡了味 不知是口感的問題 還是味道真正改變了 喝下去是沒有那麼享受的 雖然冰也比得夠多 不過已經融光了 加完奶之後也不算影響了茶底很多 本身這個茶底雖然是正常 但我覺得比起啡底的比較淡 喝下去也不會覺得太過鞋口鞋利 再加上一點的時候 就覺得沒有鞋口鞋利的感覺 但最初很快這樣喝 就有一點點鞋口鞋利的感覺 幸好當喝完啡底之後 茶底的味道也算是正常 和滑口程度也算正常 因為有比較之下 就覺得如果我選擇的話 我覺得啡底的更加濃味 因為剛才喝第三杯的時候 就是凍咖啡小甜 我喝完下去有兩口比較快喝 我就跟老公說 為什麼不可愛 那杯凍咖啡小甜 這麼像五花茶 是嗎 對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很像五花茶 其實它只是苦味多一點 如果加多點糖 根本就是五花茶 閉上眼喝就真的很像 我就提醒他 你千萬不要當是凍咖啡喝 你不要想 你要深無雜念 不要當它是凍咖啡 你純粹閉上眼喝 你就會覺得是五花茶的感覺 他都說是一樣的 另外這個啡底是沒有酸味的 證明他採用的咖啡豆 都是喝完下去會回甘味 正常來說 我覺得這種甘味是可以接受和比較好喝 加完奶之後都沒有沖淡咖啡底 小甜兩杯都做得不錯 所以我覺得都算是不過不失的 來個美人照鏡 老婆還在吃少許魚 什麼當然要吃魚 還有幾杯東西剛剛講完 接著就講到最後總食評 這間大四器 食物質素的而且不錯 第一我最欣賞他們的服務 服務真的十分之好 我來到的時候沒有位置 其實我說要坐卡位 他說不好意思 你等一等 有卡位我給你 我覺得這件事已經很順意 很舒服 再加上裡面服務員 每個人都很清晰 去解釋所有東西給大家聽 你聽到了 已經在解釋有什麼鹹茶 所以他不會不介紹自己看 他也有介紹給你們 所以不錯 我覺得有時候 每樣東西都是一間出品 什麼人會喜歡吃多些 介紹一下也是一件好事 另外 今天的推介 我告訴你們 我也反過來說不推介那樣 枯枝肉出 生炒牛肉飯 因為這個飯 如果老婆吃過 剛才說的時候 我就未細節地說 其實這個飯 因為太過一塊塊 可能他也是用一些隔夜飯 但他就沒有推散才再炒 很快他就已經放些材料下去了 整個飯來講 就變成一塊二塊 一坨二坨 所以炒出來就不夠醒神 雖然他真的新鮮炒出來 但我感覺上就比較一般 肉絲炒麵不用說 一定是賺 雞腿來說都OK 另外還有一個幻魚 當然老婆吃完也說很棒 其餘的東西 譬如這裡的冷氣都充足 很涼爽 一邊的冷氣大到 簡直是滴水 為什麼 冷氣開得太大 可想而知 你說這裡的小鋪 但冷氣也開得足 所以我很欣賞這裡 因為我覺得坐起來很舒服 我聽到他和其他食客介紹 又或者和你怎樣安排座位 已經是一種很好的服務 今天吃了196元 我不覺得很貴 唯一是生抽牛肉飯就差一點 其餘的東西讓老婆說說 未讚食物之前 想讚一下這道藝術的氣質 你看看餐牌 拍給你看 自己畫了兩條金魚 很漂亮 用粉筆畫的 我差點以為是copy book 用那些有畫的方式 你拍那兩條金魚 還要畫了魚鱗 還有這種金魚 擺明是突眼金魚 很搞笑 又很美觀 想不到餐牌 除了價錢和文字之外 還有這麼有藝術的氣質 食物方面 我今天很欣賞 肉絲炒麵 還有沙律 沙律 沙律 我老公一向都不喜歡吃 鼻子喱吉 但他吃完第一口 都讚好不絕 是嗎 想不到 我才想吃 嘩 糟糕 又不是 挺好吃的 沒有上次那間 哇 沙律我真的頂不住 全部是薯仔 簡直我都不知道吃過什麼 所以挺欣賞沙律 還有他的飲料 剛才老公給我試了凍檸茶 真的挺好喝 很有層次 很有味道 還有檸檬酸味也足夠 冰凍的效果 最糟糕 今天天氣熱 可能被冰的份量又不算太多 用到九九十十 但是喝下去都覺得很好喝 還有喝完下去很舒服 另外 這個價錢 我覺得這裡的定價都算是正常的 42元有炒粉麵鹹茶餐 都挺吸引的 還有他款式總共只說炒粉麵的鹹茶有11款 這一點我都覺得挺不錯 不是只有四款五款那麼少 變了真的有選擇困難症的 所以他們進來都會替他們擔心 另外除了肉絲炒麵和沙律好吃之外 今天的蒸鰻魚真是不敗 我覺得它立即蒸起來更加好吃 剛才我們攤冷了都已經相當不錯了 老公平時對於淡水的魚 如果冷冰冰就一般的 不過今天它都讚口不絕 對呀 鰻魚好吃 還有它呢 你說要攬 它還特地蒸夠藍皮膩 所以我就算放得久冷了 不會有好聲 都還是很好吃 因為醬油調配得好 所以認真不錯 它只是收你50元 還可以給我找 蒸魚這50元 根本是不少得的了 很多時候如果午餐有蒸魚 特別是梅菜蒸鰻魚 份量不是給得很大塊 還有有時候過了中午的時間 來吃這些淡水魚 它是會特別沒有那麼好吃 好像沒有那麼新鮮 反而我覺得這裡挺不錯 很新鮮的感覺 因為我們試過去九龍城 有些餐廳吃 中午12點多或者1點多去吃 它已經煤煤的了 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是不是給我們昨天賣剩的魚 反而今天這裡 我們過了下午茶時間 2點之後才來吃 都一樣吃到這麼新鮮的蒸鰻魚 我覺得相當不錯 今天這裡也服務好 老公賺了我不賺了 地方正正常常 不算太大間 但是招呼十分好 還有很友善 笑容滿面 我今天說的就是這麼多 好了 我剛剛看到我斜對面桌的 應該是揚州炒飯 炒出來也是一般的 我猜是飯底問題 還有師傅可能已經盡力了 沒有辦法炒得開 因為飯本身是軟就是軟的 你不能說軟變硬的 你不能由飯變米 米變飯就可以 所以這裡我猜炒飯比較一般 今天就說到這裡了 喜歡看我的影片的話 訂閱讚好分享留言 謝謝大家支持 拜拜 拜拜 拜拜